在《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》的最新预告中,霍宇浩独自一人前往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。 霍宇浩的童年经历非常凄惨,从小就不受重视,和母亲霍宇儿相依为命,但是她的母亲却被公爵夫人迫害而死。 霍宇浩母亲死后,她修炼到实际时就选择离家出走,独自前往星斗大森林去获取第一魂环。 霍宇浩在途中遇到了唐门门主唐雅和贝贝,如今唐门已经没落,整个唐门就只剩门主唐雅一人,虽然在万年前唐门是斗罗大陆第一宗门,只可惜随着日月大陆的入侵,整个大陆的格局正在改变,唐门也随之没落。 宗门只剩唐雅一人,后来收了贝贝当作开山大弟子,如今遇见了霍宇浩,见霍宇浩独自一人,唐雅也准备将霍宇浩收入唐门。 在霍宇浩遇见唐雅和贝贝后,他们一起进入星斗大森林,只是霍宇浩先一步进入星斗大森林,在这里霍宇浩获得了他的第一魂环,就是百万年的天梦冰残,霍宇浩与天梦冰残融合后,获得一枚百万年魂环,只是颜色看起来和白色的十年魂环差不多,这才让唐雅认为霍宇浩获得了十年魂环。 随后,唐雅邀请霍宇浩加入唐门,关于唐门的传说霍宇浩也听说过,那便是万年前唐三创立的宗门,只是他不知道唐门在哪里,随后唐雅告诉霍宇浩,唐门经过万年时间已经没落,没有了釜底,基业被夺,但是唐门功法还在。 在唐三进入神界前,就将唐门功法和唐门暗器制造方法都留了下来。 而这其中就有一门功法非常适合霍宇浩,并且唐门曾经是斗罗大陆第一总门,每年都有一个免试名额可以进入史莱克学院,只要霍宇浩加入唐门,就能获得唐门功法,和进入史莱克学院修炼的机会。 霍宇浩选择加入唐门,他看到了唐雅的真诚,并且愿意和他们一起共创唐门的辉煌。 加入唐门后,霍宇浩和唐雅,贝贝一起前往史莱克学院。 进入史莱克学院后,霍宇浩也将在这里遇见唐三的女儿唐武童,但是此时的唐武童却化名王东,他男扮女装进入史莱克学院,刚进入学院就和霍宇浩打了一架,也是因此和霍宇浩产生感情。 在预告中,霍宇浩来到史莱克学院,现如今已经过去万年时间,史莱克学院依旧辉煌,甚至比万年前还要辉煌气派,光是学院大门就无比奢华壮观。 在进入学院后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第一代史莱克奇怪的雕像,想不到万年后,唐三小五他们会以雕像的形式再次出现,还有院长弗兰德和大师柳二龙他们三人也变成了雕像。 蔣 POW斯写 造课 帝